我叫Belinda 我是2019年1月 神学院中文部的第一批学员 我在神学院生活中 印象最深刻的是 神家一批又一批的老师 好的老师 生命的见证人 带于我的生命 有一位老师是灵修老师 他告诉我们要用一年的时间 去灵修主耶稣的一生 我永远忘不掉他的眼神 他说这样会改变你的一生 还有一位老师 他这最后一堂课 他的先生和他的孩子都来了 他咳诉很严重 微笑和我们道别 那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套课 因为那是他的晚期癌症 我想我来到神学院 不仅是学到了知识 最重要的是 经历这一些 云彩帮的见证人 他们对我生命的改变 我在神学院生活中最大的挑战是 第一个学期 因为神学知识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每周要学习 不断地学习大量的神学书籍 写不同的报告 而且我每天的 周每天的时间都在复习 我非常大的压力 甚至想撞为旁天生 但是那时候 有一个姐妹鼓励我 她因病退出这一个项目 她很遗憾 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 在黑暗时刻 我们需要属灵伙伴的支持 对新生们说一些劝勉和建议 我觉得我实在不够资格 但是我想起第一堂课 我的老师问我们 为什么来学神学 每个同学不同的答案 老师写下来的话是 信仰寻求理解 在之后的三年学习中 我确实知道 我们的信仰需要 我们努力去寻找理解 但更重要的是 去寻求神的同在 神的美好 在这个寻找过程中 我们要始终有一颗 谦卑温和的心 当我们生活 在学习 我们都如在 走在旷野中 但是我们要记住 神始终有我们同在 神始终在那里 愿我们每一个 来的兄弟姐妹 都在神的呼召中 成为神所用的禁闭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